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47岁钟翰良新剧即将开拍 合作29岁女艺人,却毫无违和感 说起钟翰良这位明星演员 相信很多读者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才对 钟翰良也算得上是技能比较全面的明星了 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 他都能拿捏得非常到位 尤其是在演戏方面 他也塑造过非常多经典的角色 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 个人感觉钟翰良的古装剧造型应该是最帅的了 应该有不少女性读者都赞同这一观点吧 毕竟钟翰良怎么说 也有着古装男神的头衔 只不过现在的钟翰良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调起来 在今年,除了有一部《锦心似玉》之外 貌似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出现了 这一情况,也让很多粉丝们都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毕竟大家可是非常期待钟翰良的新作品 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的话 相信粉丝们也会寒心的 不过大家也不要着急 因为网上已经有人曝光了好消息 那就是47岁的钟翰良有一部新剧即将开拍 这个消息对于很多粉丝们来说 听到之后肯定是惊讶的吧 毕竟等了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再没有消息的话 大家可就真的要不耐烦了 而根据曝光的消息来看 钟翰良出演的这部剧 名字叫做《倾城易清欢》 光是看这部剧的名字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部剧是什么剧了吧 没错,这部剧又是一部古装剧 也难怪剧组会找钟翰良来出演了 毕竟古装男神的称号也不是白叫的呀 据悉这部剧的拍摄周期 大概在110天左右 这样看来的话 这部剧有望会在明年跟大家见面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且在这部剧中 除了男主钟翰良非常的吸引人之外 女主的演员袁冰炎 同样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存在 当初袁冰炎在《琉璃》中饰演的《楚玄姬》 就给很多观众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古装造型的袁冰炎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英姿飒爽 再加上颜值还那么高 给观众的感觉一向是非常惊艳的 相信这一次袁冰炎跟中翰良的合作 也不会让大家失望才对 不过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袁冰炎今年29岁 而中翰良今年已经47岁了 按理来说两人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年龄差 在合作的时候 应该不会太默契才对 但实际上根据中翰良以往的表现来看 即便袁冰炎才29岁 却也毫无违和感 因为中翰良的年龄只是个数字罢了 熟悉中翰良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 他的表现一直都非常像年轻人 不管是演戏的时候 还是在私下交流的时候 中翰良如果不说年龄的话 估计也没人会知道他已经47岁了吧 不管怎么说 中翰良也算是动灵男神中的一员了 这一次他跟袁冰炎的合作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你们对于这次俩人的合作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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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